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 Hello 各位朋友 大家好 又來到潛商師 說到Bill的時間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款 最近的大熱款式 其實上集也有跟大家提及過 而在這個社群裏 也有投資相片和大家分享過 其實我還未詳細跟大家講解 其實已經有很多朋友找我查詢 都正在訂購的 有些都差不多就到了 都頗興奮 好 無論如何 先看一下 這隻Suckers的五色儲能計時熊貓 第一眼就看上去 上次的影片也有提及 很像雕陀那隻 真的挺像雕陀 有五種顏色 但相似相似 這隻錶還有一些特別之處 就是儲能的功能 而雕陀就沒有儲能的功能 大家看看這個錶盤 這隻最受歡迎的顏色 暫時最受歡迎 因為現在也有幾個師兄在訂購的顏色 粉紅麵 包括我自己 我自己也訂購了粉紅麵 現在實物還未有 都期待 接下來有實物會再拍給大家看 現在看著相片 粉紅色很棒 看看錶盤 儲能在哪裏呢 儲能在哪裏呢 好像不見 只有時分針 計時針 兩個盤 原來有一支儲能針 躲在21點位 21、22分的位置 有一支針 而旁邊有一片 看到儲能的黑度 0-40 這支錶盤 是40個小時 看回官方的數字 應該是沒有40個小時 這支錶盤 是用海歐的ST1907 手動上鏈機身 儲能方面 大概35至40 之間 大概36至37 應該是沒有40 但盤標也是40 應該30多個小時 35 它有一個儲能計 比較特別 一般防水 100米的防水 手動上鏈機身 沒有鎖把的 因為之前 都介紹過一些 聖馬田的時候 介紹過一支 都是類似這些機身 手動上鏈的 用了鎖把的 其實就有一個問題 所以 一般現在用手動上鏈 計時的錶 很多時候都是不用鎖把的 因為鎖把的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 記不記得我之前說過 因為上到盡鏈的時候 再鎖把的就鎖不了 因為已經上到盡了 側進去再扭 是扭不了的 所以就有這樣的尷尬 所以 這些手動上鏈機身 都不做鎖把的 尺寸方面 都不小 今次只有41mm直徑 脫脫脫有49mm 21mm錶2 相對特別少少 因為這些錶很多時候 都是20mm 22mm 21mm 厚度有14mm 整隻錶 都是用316鋼 都是藍寶玻璃的 墨底 再看這隻錶 粉紅色 這款都大熱 我自己也選了粉紅色 除此之外 有什麼顏色呢 大家可以看完我的照片 都會覺得 這隻錶 基本上只有三種顏色 見仁見智 其實它都是 最出位一點 就是粉紅色 其次藍和綠 都是比較特別的 因為它不是一般藍 也不是一般綠 而是粉藍和綠 這些是屬於什麼綠 這些綠色 這些綠色 除此之外 低調一點 還有黑色和白色 各有各的喜好 如果帶得到 比較顏色 帶得到的 當然是玩盡 如果想低調一點 黑白 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看看錶底 錶底 還有墨底 墨底 墨底什麼都不太簡單 墨底 墨底 也是一個實心橋 龜背位 它是三格微調的 一般來說都足夠 因為它的錶底 是屬於板帶 而有三格 其實微調理論上 都應該足夠 看看機芯 這隻是ST-1907 有鵝頸微調的 可以看看錶底 就是這樣的情況 鵝頸微調機芯 手動上鏈 再看看 它的玻璃方面 它是藍寶寶玻璃 側面看上去 都蠻立體的 而這個 計時按鍵 Start-Stop 和 Reset 按鍵 都有鎖 但是手動上鏈 有一個S Logo 那個就沒有鎖 這個設計圖片 就是這樣 這隻手戴上去 有粉紅色 真的蠻帥 我也期待 接下來有實物 會再跟大家介紹 夜光方面 看回照片 夜光 黑度 紫針 都有一些強勁的 超級夜光 藍夜光 戴上手 粉紅色 除此之外 粉藍的效果都不錯 這隻藍都蠻特別的 其實喜歡藍色的錶 都可能未必有這隻藍 這隻有少許 Tiffany Blue 的感覺 除此之外 這隻 這個綠都蠻個人的 有少許螢光綠的感覺 好像螢光筆的螢光綠色 都非常搶眼 除此之外 這個黑色和白色 比較低調 低調中帶點奢華 七師傅 對 看看白底 白底 雖然是低調 但是 柱藍的黑度 會相對突出 因為底是白了 柱藍黑度 紅綠黑 有一條 三色的條 會突出 那條條 因為是白底 其他顏色都會看到 白底會比較出色 五種顏色 展示了給大家看 就是這樣 有粉紅 類似 Tiffany Blue 有螢光綠 又有黑又有白 不知道大家對哪一隻 會有興趣一點呢? 暫時 我所有大部分的司機 都是訂粉紅色的 如果大家有興趣 歡迎聯絡 一般來說 其實我在這個頻道 介紹的錶 也不會特別說價錢 如果大家有疑問 都想純粹在 標的外觀 或者機心方面 價錢方面 如果大家有疑問 歡迎WhatsApp 我 但其實這條錶 上次的一集 我也有跟大家說過 其實 如果在網上 大家可以找到 在這裡 1888元人民幣 連連運費幾十元 加起來 可能 如果大家在網上訂購 如果找我訂購的話 價錢差不多 只是二千一元 個人喜好 如果有需要找我幫忙 歡迎WhatsApp 我 今天和我分享的影片 就這樣 如果喜歡影片的朋友 記得按讚 訂閱和分享 下次在新影片 再跟大家介紹 今天就這樣 拜拜